繼續來看也是因為風災所帶來令人相當遺憾的消息 這是蘇迪樂鴻台貴昂 佛志七家南東電水理會的小座長 麥天室 他在十何頭上六點完 前往這水門要來請你 將這水門撻到的手機、手藥 卻是不注意骨頭 射進去大白當中 中島出的人還有當時發現說 他已經找不到人是趕緊來報警 希望另外在日報兩點完 是來找到他的事態 這會讓鄉東的艱苦不斷在靠 為了負責日沒想到他卻來這樣出事 六十三歲的麥天室一生不容 去年雙上加南東電水理會的小座長 他負責新增利也沒了大白 一位坐水的渣門管理工作 輸在了弘胎造成嚴重的災害 水門有大兩的手機、手機打掉的 處理人說原本又好十號 再去八點完跟同時做灰磊 但是他煩熱白水不良 六點完就去灰磊 耍堵水過心 他從這個水門的上游段 從那邊下去做一個 要準備要清理水門的動作 然後可能一次在接近水門 做清除這些樹枝、垃圾、雜物的時候 然後不慎就流到這個水門的下游出來 那一次做逆水的狀況 然後他們的那個站長做一個報案的動作 那你們是後來怎麼去找到了 要不然一開始水都很擠 你們怎麼找 那我們剛開始初步是用船艇 還有人員要去做搜尋 但是那個水門他沒有做關閉的動作 水有點擠 那時候我們有通知那個台電過來 幫我們做個接電 讓水門做一個關閉的動作 那水位漸漸的水位下降之後 然後方便我們找到這個逆水的民眾 現場水門已經有一尾清理到清清去去 很多處旁邊站在北天室 為了清理水門 踏到的手機在堵水都相當的艱苦 跟南東電水立會表時 北天室是水門約五六港 有五十萬億花生股保險金 以及1.5萬的送中補助費 最近新聞就來是 破主席 彩虹報登